那我今天的話呢一樣是要來介紹一下如何去拿到那個鎮德江山裡面的禮包 那這次的活動其實還蠻多的 總共的話呢是可以領取到三種禮包 一個是中文版的 一個是英文版的 那領取怎麼樣領取切換地區領取方法 我都有在我的那個YouTube頻道裡面有介紹 那今天的話呢是要來介紹第三種的禮包領取方法 是這個Discord的領取方法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要先去像App Store裡面去下載這個App 那我們下載好以後就點選那個Facebook 然後點選到Facebook裡面以後呢 就在最上面喔搜尋這個Street Kingdom的那個英文喔 搜尋好這個英文之後呢點選貼文 然後貼文裡面呢它就會有很多的貼文喔 那你的話呢要點選的是 我來找一下喔 你點選的貼文喔是點選這邊 它會寫喔Facebook跟Discord Discord都有耶誕或聖誕活動喔 然後它還會有這個連結 那點選連結 點選連結以後 再點選這個接受邀請喔 然後點選接受邀請這邊以後 它會要你有一些什麼註冊啊或登錄 那因為我是原本就已經下載好了喔 而且我也登錄了 這個好像是直接按那個Facebook的帳號就可以喔 那就打開這個Street Kingdom的那個帳戶喔 然後呢你必須要去找一個人喔 叫做NightNight的這個人 它我點選進來之後呢 就會有一個 就會有反正就是有這個人喔 它會在Giveaway裡面 然後你找到這個NightNight這個人以後勒 會點進去按這個消息喔 私訊它 然後並且呢 像中文版的話 我記得是打個加一嘛 英文版的話是要打那個相反關語 那這個NightNight的話呢 你只要點 你只要發送一個貼一個那個圖片喔 是這個 就是你賽季裡面前十的 戰機圖喔 你就是直接發給他 截圖發給他之後 然後可能跟他講一聲什麼 聖誕快樂啊或者什麼的 那等他上班的時候 他就會回復給你一個 禮包碼喔 那一樣 你拿到這個禮包碼以後呢 你在上去你的遊戲裡面 把禮包碼輸入 你這樣子就會又得到一個 橙色武器包之類的 對所以 如果你像你在這個Discard 跟Facebook的中文版跟英文版 都有去做這些的話 其實這次你可以拿到三個禮包 那我會覺得不如小補啦 因為其實就是很簡單的留個言 他就會給你東西了 對 那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那在底下留言再跟我說囉 OK 那就先這樣子 謝謝 謝謝